这个是啥呀 油桃 油桃 咋卖的 十块钱五斤 十块钱五斤 我看人家那边有青的 那是什么 你擦一条 不用 我看那个是什么 它那个 它东西是油桃 有一种品种 另外一种品种 有一种品种 你擦哪 不用擦 没事 我买一点 两块钱一 一斤 这都硬 硬了 都硬了 这咋吃了 不是人家都是软的吗 这是脆的 脆的很 脆的很 嗯 少买一点吧 我买十块钱 不要那么多吧 要五块钱算了 行不行 说 稍微能 那是酸 酸吧 这酸 我看 不酸 借了 借了很 你吃吃吃吃 你不可以 嗯 你尝尝 你能一个尝尝的 不不不 要五块钱算了 好 不用尝了 尝一个 不浪费一个了 对 也没有 那 那 那 你给我花钱 五块啊 你给我少一下吧 对 山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爬坡车道 看这路 看这路多漂亮 山里面的路也建的很好的 现在走的这一条路就比较狭窄 开车的话就不是很方便 因为要错车啊 呃就是 有的地方都错不开 看那个山中间有三个洞 不知道那是挖的是干什么的 这边山啊 那个路好陡 现在的海拔已经到达了900米了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啊 呃 是早上 出发的 吃完早餐以后出发的 目前是上午的11点45分 也就是 呃 一上午走了三四个小时吧 跑了一百一百多公里 呃 慢慢走的 我是 没有目的地 然后呢 就是见路就转进来了 现在的 现在这个地点 我看了一下导航 是属于山西省长治市的平顺县 呃 距离我在的那个近城市的临川县 有100多公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导航 全部都是这种狭窄的山路 像这样子的山路啊 不建议开车行走 现在走的花湖公路啊 是一条穿越南太行 行走于河南山西交界的景观公路 它的起点位于河南省 林州市的花园村 终点位于山西的湖关县 以险峻而筑成沿途风光无限 是太行山经典自驾公路之余 全长70公里沿途经过了很多的小众景点 达卡点 它沿着太行山悬崖角壁向上攀升 落差近1000米 看在山顶上遇到了这么大的山洞 挖的这是挖石头的吗 还是干什么的 还是就是准备挖隧道的 还滴水呢 好几个 给刚才我们看到的差不多 挖的这山洞是干什么的 大哥 很多人在这边停留观看 现在感觉已经到山顶了 但是前面还显示一直的盘旋上山 可能一下也找不到地方了 这里有个卖凉皮的 吃一点吧 饿了 等不到时候了 这咋卖的 搬换一份 给我搞一份吧 可以 多放点黄瓜老板 多放点黄瓜 可以可以 这再往下面走是不是到天际山了 一直往前走 那离天际山可能还挺远的 那到那个井底还有多远 井底 井底我觉得一个小时就到 也是一直 井底过不去 到那个生龙湾挖皮台 你问那个人 我知道 那现在是我们发肥工都还熟了是吧 嗯对 还在熟 要拉掉 少放一点的 前面这路上还有什么好玩的 一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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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下边没有什么 也就是 井底停留动 那不通车你咋过来的 你怎么过来的 我是井底山别那个车的 不经过那个地方 对 我不经过 不经过井底 我不是井底 你这个地方想得到好 还能看风景 还能吃饭 是吧 哦 这个里面是住人的 防火撂腕台 这个是花湖县 老板 这个就是花湖县是吧 是从哪个地方就算花湖县了 从下面就开始 从这里往下就是大陆村庄了 往前面走 刚才从那边过来的那一条路 弯弯曲曲的好看 你的意思是说 下面的弯弯曲曲的 对 那下面好了 你不是从下面 我从下面过来的 我就看那路就弯弯曲曲的 对对对 比较有特点 他们来点就是走这个 八湖 其实就是走这点路 就走这点路 路途当中也没有什么景点 就是这个路好 就有特点 就是这个路上 就弯弯曲曲的 弯弯曲的路 出发 由于对对对沟ộ裤 他与到沟尔的有碟 那 我听到 有诏览的江到原来的是